大家好 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 中国历史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 司马迁修史记 史家父子齐名扬 二 苏式东坡肉 文豪美食两相宜 三 张迁初始西域 思路通商汉风行 那么 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司马迁修史记 史家父子齐名扬 好的 让我们来聊聊古代的史记巨星 司马迁和他的杰作 史记 首先 得提一下司马迁的老爸 司马谭 这位老先生 也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史学大家 他有个梦想 就是要编一本全面的历史大全 可惜 老天爷似乎对他的计划并不买账 司马谭因病早逝 这个宏伟的计划 就落在了他的儿子司马迁身上 司马迁 一个有着史家子弟兵的称号的男人 他不仅继承了老爸的志向 还加了点料 他不是那种 只会坐在书房里啃书的书呆子 他的人生可谓是跌宕起伏 充满了戏剧性 他年轻时周游列国 广泛搜集资料 后来成为了汉武帝的使官 这个职位听起来挺风光 但其实也是个危险的工作 说到危险 司马迁的人生中有个转折点 那就是著名的李林之义 简单来说 他因为唯一位失败的将军辩护 结果得罪了汉武帝 被判了一个非常非常不雅的刑罚 辅刑 这个刑罚 嗯 让我们保持一点神秘感 总之 它足够让一个男人 失去继续做男人的勇气 但司马迁没有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 他选择了忍辱负重 为的是完成他和他父亲的梦想 于是 我们有了史记 这本书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壮举 它包含了从传说时代的皇帝 一直到汉武帝的历史 共130篇 几百万字 涵盖了政治 经济 文化 军事等各个方面 司马迁在其中 不仅仅是个记录者 他还是个评价者 他的笔下有赞美 有批评 有感慨 有讽刺 读起来就像是在看一部 跨越数千年的历史剧 史记的影响力是巨大的 他不仅为后来的史学家 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也成为了文学作品的典范 可以说 司马迁和他的史记一起 成就了一个史家父子的名声 直到今天 我们提起中国的史学 都会不由自主地想到 司马迁和他的史记 所以 下次当你在图书馆的历史区域迷路时 不妨想想司马迁 那个即使在最黑暗的时刻 也没有放弃光明的史学家 他的故事告诉我们 即使是在面对巨大的困难和挑战时 也可以创造出永恒的作品来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苏氏东坡肉 闻好美食两相宜 好吧 同学们 今天我们来聊聊一位文学巨匠 和他意外留下的美食遗产 苏氏 也就是苏东坡 和他与众不同的东坡肉 首先 让我们穿越时空回到北宋 那是一个诗人 可以因为一首诗 而名垂千古的时代 苏氏 这位文学界的大佬 不仅诗词传诗 连他的饮食习惯 也成为后人津津乐道的话题 你看 这不仅仅是文豪 这简直是美食界的隐形推手 苏氏不仅文笔出神入化 他对于饮食的热爱 也是有目共睹 他曾说 食不厌精 快不厌戏 这句话今天看来 简直就是美食家的座右铭 而东坡肉 这道菜肴 就是这位文豪美食爱好者的代表作之一 传说中 东坡肉的创造 是一次偶然的巧合 当时苏氏被贬到黄州 经湖北黄冈 在那里他不仅治水有功 还不忘享受生活 一次 他在家中宴请宾客 准备了一锅猪肉 因为忙于接待 他让仆人将肉放在小火上慢炖 谁知 宴会忙得不亦乐乎 肉在锅里炖了一整天 最后 这块肉不仅没有烧焦 反而肥而不腻 酥而不烂 香气四溢 成为了一道绝妙的佳肴 这道菜 后来被命名为东坡肉 成为了中国菜肴中的经典之作 它的独特之处 在于其烹饪方法 将五花肉切成方块 用酱油 糖 酒 和各种香料 炖煮至极致的酥软 这道菜的精髓 在于火候 就像苏式的诗词 需要时间的沉淀 和火候的掌握 才能练成绝世好词 所以 当你下次品尝到东坡肉 这道美味的时候 不妨想象一下 这不仅仅是一道菜 这是一位文豪 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是他对饮食艺术的独到见解 更是他对这个世界的深情厚意 苏式用他的笔墨 为我们留下了无数诗篇 而东坡肉 则是他用锅铲 为我们留下的味蕾之作 最后 让我们以苏东坡的一句 是来结束今天的课 人生得意虚敬欢 莫使金尊空对月 在享受东坡肉的同时 也不要忘了享受生活中的 每一份得意和欢乐 好了 下课 去食堂看看 有没有东坡肉吧 当然 我们学校的厨师 可能还没有达到苏东坡的水平 但总是可以尝试一下的 不是吗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张谦出使西域 思路通伤汉风行 好的 让我们一起穿越时空 回到了两千多年前的汉朝 当时的中国皇帝汉武帝 正坐在他的笼椅上 头疼地想着 如何扩大他的朝贡体系 和经济影响力 这时 一个名叫张谦的小伙子 可能是因为喝了点小酒 或者是真的胆子大 跑来对汉武帝说 陛下 给我一些人和马 我保证给您开辟一条到西域的路 让您的名声响彻亚洲 汉武帝一听 心想 这小子还挺有魄力的 试试看吧 于是 张谦带着一百多人 骑着汉流加倍的马 踏上了西区的征途 这一去就是好几年 张谦的家人 可能都以为 他去了哪个遥远的度假村 因为他阴性全无 但张谦并没有放弃 他被凶木抓了 不是一次 而是两次 这哥们可真够倒霉的 但他的毅力也是惊人的 在匈奴人的眼皮底下 他居然还能逃跑 并且继续他的使命 最终 张谦回到长安 他的故事让汉武帝大吃一惊 因为他不仅带回了大量的信息 还带回了一些非常酷的外国商品 比如 马 金属 和奇异的水果 张谦的旅行 开辟了著名的丝绸之路 这不仅是一条商业路线 更是文化和技术交流的大道 汉朝的丝绸 瓷器 茶叶等商品 开始流向西亚和欧洲 而西域的玻璃 宝石 香料等 也开始流入中国 可以说 张谦的初始 不仅让汉朝的经济 得到了巨大的发展 也让汉文化的影响力 远拨异国他乡 张谦的故事告诉我们 有时候 一个人的勇气和坚持 真的可以改变世界 而且 如果你在外面消失了好几年 最好是像张谦一样 带着一些很酷的东西回家 这样至少可以证明 你没白走这一趟 不过 现在的我们出门 只需要带手机和信用卡 就能走遍全世界 而张谦当年 可是靠着双脚 和一颗不服输的心 真是让人佩服啊 所以 同学们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你觉得 司马迁和他的史迹 是不是史迹巨星 你觉得 苏氏的东坡肉 是不是美食界的瑰宝 你觉得 张谦的开辟丝绸之路 是不是改变了世界 欢迎大家留言讨论 我很期待听到 你们的观点和想法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了 我们一起回顾了历史学家司马迁和他的史迹 文豪苏氏和他的东坡肉 以及探险家张谦和他的开辟丝绸之路 这些人和事都是古代中国历史中的亮点 他们以自己独特的方式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并对后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通过了解他们的故事 我们可以看到 历史不仅仅是一堆记载事件的文字 而是活生生的人物和他们的故事 他们的勇气 才华和毅力 都是我们可以学习和借鉴的榜样 无论是在书写历史 追求美食 还是开辟新路 坚持和努力 都是成功的关键 最后 我希望大家 在学习历史的同时 也能从中汲取力量和启示 无论是成为一名历史学家 一位美食家 还是一名探险家 只要我们怀揣着激情和勇气 我们都可以创造属于自己的辉煌 谢谢大家的收看 记得留言讨论哦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谢谢大家收看